也許你往兒慢慢走 唱歌怎麼唱就像忘了當時的月光 如今我顫抖橫擊那段旋律 你能否感受往日的境界 那充滿理性和激情的時光 也曾有過迷茫和憂傷 雖然艱辛卻如此當氣迴唱 在記憶中山耀著光芒 我們琴琴唱聽回聲歌嘹亮 藤詩惡果的胸汗也感充滿力量 風聲唱聽回聲歌嘹亮 願青春永遠不老 永遠不老 永遠不老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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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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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们可以看到台上你们熟悉的那些妖魔鬼怪 那些神仙佛道本人都长得什么样 太好了 那今天呢杨导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也有一份我们的心意吧 我们要把观众的鲜花送给你 谢谢大家 谢谢杨洁导演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杨洁导演 首先落座来欣赏稍后主创人员的精彩表演 我们掌声送给杨洁导演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会轮番不断地请出 八二版西游记当中的主创登场 那首先要请出的这位啊 我觉得大伙一定特别熟悉 手拿金箍棒 然后火眼金睛 那我说他是谁啊 速通 那么掌声有请六小灵童 有请 你跳着岗 我牵着马 翻山涉水 两肩双花 风云雷双花 热很智障 一路好歌 向天阳 啊向天阳 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一番番春秋 有东西 你尝尝酸甜 苦辣 让温柳在何方 路在交接 让温柳在何方 路在交接 欢迎六小灵童老师 欢迎欢迎您 来您好 哎呀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您 是应该叫您张金来老师 还是六小灵童老师 还是 刚才进来的时候 很多我们的观众 见了我叫我六老师 你好 六老师 这么说对吗 小朋友叫我 小灵童说说你好 其实我是姓张 文章的张 张金来老师 对 本名 我们在此用什么样的方式欢迎猴哥比较好 掌声还是送上吧 大师兄又来了 大师兄大师 欢迎猴哥最好的方式 当然要拿出他的独门秘器 那就是金箍棒 咱把金箍棒变成了 我跟你说张金来老师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我相信所有中国的男孩子 青少年 小时候真的都把您当成偶像 咱其他的道具来不了 金箍棒我们小时候就地起材 到处都有啊 每个人都能多少练一点 所以今天我能不能给您请教一下 这个金箍棒 到底怎么才能把他耍得特好 还是这样 你比如说 现在我要做一个瞭望的动作 瞭望 你看这个手是这样 小小哥 现场有很多小朋友 你们学一学啊 看看你们能不能学得像 就不一定好看 你看如果脚是这样 就像傻猴子了 对吧 包括耍棍子也是一样 你比如说正常耍 我这么耍 那你还是人 对吧 是正常一个人在耍 如果变成猴子 你看 来宋悟空耍耍的 高兴啊 我们过去讲啊 就演员的一身之戏 在于脸 一脸之戏在于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那么尤其是美猴王宋悟空 这个火眼金箍非常重要 我呢 导演当时不知道啊 后来导演说 如果你当时知道 你这么大近视的一个演员 我都很难下决心 让你来演宋悟空 是近视的 我六百度近视 两百度散光 现在如果我把眼镜拿掉 看你们两位主持人 都是虎的 都是虚的 但是演的时候 你可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你是大近视眼 一开始导演老发现你这个眼神 眼睛灯得很大 没有神 就眼大无神 庙里泥人 近视眼就是这么一个毛病 那么要练集中眼神 通过什么呢 通过晚上 有时候有时间我就看那个点那个香 夜晚 夜晚就找这个香的那个烟头 而且就找他一个试点 白天如果有时间就看打乒乓球 有一个球桌 你看脸对着那个网 头不动 眼睛跟着球走 左右上扇 脸这样 脸一会儿就晕了 那是一种技法 当然要根据人物去刻画的时候去运用 您看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大大小小 有大朋友小朋友 都特别喜欢您塑造的这个孙悟空的角色 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 我不光是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 更多的关注我们的侯系艺术和西游记 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更重要的是要从西游记这个故事当中 挤起人生的智慧和生活的哲理 要像美猴王那样 弘扬猴王精神 拼搏 进取不屈不挠 永不言败 乐观向上 说的太好了 那小女有一个请求 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 就是把您这火眼金睛跟金箍棒 再好好结合一下 完完整整的给我们秀一段金箍棒 还秀不秀啊 就是让我们感受一下美猴王的魅力 大家想看吗 好吗 有请 我刚翻过了几座山 又越过了你掉落泡 挤去看口 怎么打就这么多 好吗 我送你 一 二 是你个山岗 想来谁个落 看眼欲过 不愿之过 走出个童点 打到 万有国 刚刚是请上过大师兄 孙悟空 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师傅 没错 掌声有请 池崇瑞 有请 吴铭铃铭银行 Esc sequence 大师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了这个网友们帮我们细心的总结搜罗 我们发现了这个答案真的不是三比三要多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剧中究竟有几位唐僧的扮演者 请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三位是谁呀 杨导您来给我们揭晓最终谜底好不好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剩下的还有三位 这个第一位啊第一次就是英小姐把她抱着放在木盆里推到江里去躲避那个监恶她的人 你们知道吗她是个女孩子 哦真的 嗓大了 是一个美女 是个女孩子也来唐僧的小时候 29岁的美女 杨导我还有一个疑问 因为我当时看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替这个小孩捏了把汗 因为不是放在木盆里还飘水就飘下去了 对呀 您怎么那么狠心呢杨导 您怎么那么狠呢 哎呦我狠心 对不起 那木盆底下有两个人保着呢 您说两个人是两个人拿着木盆在水里扛着举这个孩子过去 对呀 确保孩子安全啊 嗯 远处的就是这个洋娃娃了 哦 远处是洋娃娃 这保孩子安全啊 那孩子的是人家的宝贝啊 是 杨导您再给我们介绍上面那个小朋友 左上角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个敲木鱼的 敲木鱼的 从他老和尚把他抱起来以后 他在寺院里长大 在敲木鱼 这是第二个唐僧 这个扮演者叫做王磊 对 嗯 还有这边这位呢 这个就是第三位了 马拉鲤鱼上那个狐狸放生 哦 这位扮演者叫做 这就是你们两位的天生 哈哈哈哈 哎 这就是六位唐僧的扮演者 郑雪男是六位啊 翻了倍了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揭秘了很多西游记排前幕后的故事哈 我们也再次先给你先两位老师方临现场了 接下来就坐到杨岛身边去和他叙叙旧吧 再次谢谢 谢谢两位 有请 好了那接下来呢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要为大家请上的可是特别招人喜欢的一位 哎呦 二师兄猪八戒 终于来了 现在我们这个师徒几人啊 慢慢就凑齐了 来掌声有请猪八戒的扮演者 马德华老师 有请 欢迎马德华老师 欢迎马德华老师 你好 看起来的咱这猪八戒啊 是身体味棒 吃麻麻香 还这么硬朗呢 真是 大伙看看当年马德华老师塑造的这个形象 马老师 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展示 就是现在还原到猪八戒这个角色当中 给我们用肢体语言 包括眼神 诠释一下猪八戒的喜怒哀乐 行吗 首先喜 到了高老庄 看到高小姐了 那个眼神呢 一看 猪八戒的扮演者 马德华老师 小白龙的扮演者 王伯昭 万圣公主的扮演者 张欺 二郎神和惠世魔王的扮演者 他们唱起歌来 会使很多人的心都碎了 到了高老庄 看到高小姐了 那个眼神呢 一看 哎呀 看我干嘛 那边 我再找找吧 找找 我再找找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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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弄 弄 好 你 好 接下来 这高小姐 拒绝了您 放心未动 伤心失恋了 你看 你看 我知道 我 我 我知道 我长的这个模样 是 是 是 差了点 是 我也能变成像 像小泥这么漂亮 可是你说 这 这变过来变过去的 多费事 那还不如直接找小泥呢 那不行 那不行 我告诉你 以后你看我这模样 你老看老看 看惯了 就好了 好可爱 看摄影了 就是 行 很棒 因为我们现在 经常会盘点 说这个西游记者 师徒四人呢 是特别好的一个团队 你看 有孙悟空这样的马前卒 有猪八戒 这样的开心果 有沙僧这样的实在人 还有唐僧这样的好领导 今天呢 是我们西游记 三十年再聚首 其实接下来应该请上的是 沙僧的扮演者 当然我们知道 沙僧的扮演者 严华李老师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所以我想在此 我们也用掌声 敬意 表达我们对于 严华李老师的 一份感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 猪八戒的扮演者 马大华老师 落座我们的嘉宾席 一起来欣赏 稍后的节目 好吗 好的 来掌声送给马老师 接下来呢 我们要分板块 聊一聊西游记的话题了 我说到西游记 你想令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觉得男孩子啊 普遍感兴趣的就是 这西游记当中 很多的武林高手 十八班武艺 样样精通 我就想说 他们啊 是专业的武术演员 还是在这个西游记的片场 现学现卖的 这是我最好奇的问题 那接下来请出这位嘉宾 我觉得他一定能 很好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就是小白龙的扮演者 王伯昭 有请 谢谢 到处都有母亲的爱 到处都有亲的小脸 来来来 来来来 白龙马唱了一首 静马奔驰抱边江 很应景啊 当然王莫章老师在戏戏当中 扮演了白龙马这个角色 同时我知道您本身书法写得很好 是北京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是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份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字 这也是特别为我们西游记 三十年聚首写下的墨宝 龙马精神 今天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 就是把您去中的媳妇也请来了 万圣公主的扮演者张青 来掌声有请 真的呀 你好啊 哎呀 这个咱们 来来来 这就有三十年不见了 对 我们一直都没有见过 一直没见过 三十年都没有见过 一直都没见过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个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机会 对 我也特别想问问张青 两个人的对手戏 这个海带和剑的对打 三十年之后两位能不能简单的在我们舞台上过过招 感受一下 还记得吗 那些套歌 只能够 比划一下 我们感受一下 好 龙宫的一段大戏 好 谢谢 我终于发现了白龙马他们家谁说了算 一看就龙女说了算 白龙马招式那么多 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攻打龙女 就这个海带看起来 刚才您舞起来有点像艺术体操的感觉 这段戏看来最终的设计也是很有讲究的 非常有想象力 嗯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这个武术设计 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西游记的武术设计 也是二郎神和混世魔王的扮演者 林志谦老师 来掌声有请 有请 欢迎林老师 你好 哎呀 阳达好 弟兄们好 观众 你们好 林老师 您现在在忙些什么 27年来我主要是带兵 嗯 就是给我们中国的 武警公安特警 野战军的侦察部队 反恐特战队 特种部队 搞训练 一般就是散手训练 戈斗训练 防卫训练和防暴训练 哇 绝对是专业级别的 是 那您点评一下 刚才这两位的这武打 跟30年前相比 怎么样 是进步了呢 还是进步了呢 当然当时比较好了 但是能有今天这样也是不错的 是吧 我都不敢靠他们太近 我知道林老师也是帮助很多戏游戏当中的片段设计了这个武打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座的像孙悟空啊 猪八戒他们的打戏您也有帮着他们设计吗 那今来嘛 反正他虽然开始没练武术嘛 但这 他机灵的很你知道吗 我和德华我们是学的是中国的戏曲 那么西区有很多那些武打 更多的是漂亮帅气 但有一些城市化 对 林老师教我们那种技技啊 要求一种力度真实感 所以这个武术对我们整个西游戏的武打 我知道您不仅是武术设计 同时在信中诠释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最帅的二郎神 还有一个比较丑的浑士魔王 杨岛您怎么想让同一位演员 扮演两个跨度比较大的角色呢 这个呀我得细说一下 这个林志千 他是 别小看他啊 十八万镜金教头啊 林中士的人物 因为我们那里头所有的主演演员 都要兼演其他 不给他细冲突的角色 我就请他 你再演一个 演一个浑士魔王 他扮演以后 他说 哎呀杨岛你看 我那么漂亮一个人 你把我搞成这样 漂亮一个人 为艺术牺牲 为作品牺牲 在戏里头 演了一个最好 最漂亮的 也演了一个最难看的 还有 他又是这个戏里的救生员 我们呢 两次 在洞里头演出的时候 那个小猴子 把头碰破了 他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 就把这小猴子 立刻就背到医院里去 这个小猴子 就是后来的 跳水世界冠军 熊尼 熊尼也全演过西游记啊 对 那里头找不到的 因为他没有 两个 那已经找不到哪个事了 但真的熊尼演过西游记 对 这是第一回听说 真的是熊尼头碰破了 是他背着去医院 您知道了一个世界冠军啊 我们也再次谢谢 今天两位老师 光明现场了 接下来 就坐到杨岛身边 去和他续续救吧 再次谢谢 谢谢两位 有请 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一聊 西游记当中的演技 接下来要幸福的可是 猪八戒的扮演者 马德华老师 因为我们把您 剧中的媳妇请来了 八戒哥哥 您看我们把谁 给您请来了 大家好 今天在这儿 跟大家见面 非常的高兴 当然提到 这个西游记 这个作品当中啊 我觉得很经典的一段 是猪八戒背媳妇 魏惠丽老师 是不是每年暑假 看到西游记重播 看到这段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 有一点不好意思 什么样的感觉 是每次播放嘛 然后朋友们都会说 你快快快 赶快打开电视机 你看又播你那段呢 然后呢 就会想起当时拍戏的 一些情景啊 说到猪八戒背媳妇 咱这音乐也响起来了 我不知道现场 以及电视机 前的观众朋友们 想不想重温一下 经典的片段啊 看看这媳妇 到底是怎么背的 马老师 现在您可以上来了 您的腰行吗 三十多年过去了 三十多年 四十多年 您的腰不行 走 好 这儿您好 太失严了 太失严了 不太满意 因为最终也没有得到 高小姐的芳心 我听说您在有一个场合 演出的时候 还特别演唱了一首歌曲 叫八戒之歌 就是劝高小姐的娘家人 接受自己 有这事吧 西游记春晚 对 那里头唱了一首 这个八戒之歌 但是我要说一下 这首歌是 是马国光老师唱 我呢 是这个给他 把这声音给他还原了 那行 三十多年过去了 咱们重建一下 八戒之歌 看看我们高小姐的 芳心 会不会被您而动 这样 我们也请高小姐先落座 我们其他剧组的主创 现在都是高小姐的娘家人 看看接不接受这个女婿 好 好 好 有请 小姐的娘家人 像当年 岸本是 天风远衰 是最久 出了车 大乡尘埃 刚上岸 那顺后歌 万般无奈 谁是福 上西天 手泪当柴 大乡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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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西游记 当然也运用了很多艺术形式来塑造形象 比如说音乐 那和主角有关的主题曲很多 包括像唐僧有唐僧舒怀 像猪八戒有猪八戒被媳妇 这说到齐天大圣孙悟空 和他有关的歌也特别多 我跟你说 我觉得最喜欢的最大气的那首 就是在大闹天宫的时候那首 大圣歌 特别的痛快 这首歌我们把原唱者胡音音 请到了回声嘹亮的现场 咱们掌声欢迎他出场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车开如意 进步步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车开如意 进步如房 好 大大个地步 天天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伙 估计都非常非常好奇的环节 就是西游戏当中的造型化妆 那些神仙啊 妖精啊 他们的这个化妆究竟是怎么搬成的 你看那个时候八十年代 我才刚出生没多久 以那个时候的技术来完成这么多 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 神仙的造型太难了 你看猪八戒 孙悟空 他们的造型是唯妙唯孝 我也很好奇 在我们请出这一位幕后高手之前 我们还是先请一位西游戏的粉丝 用他的方式来向西游戏的造型致敬 有请春天 当心出了几个阳 又想住了幾個落 十美往兩分他就這麼多 把你的魂也丟來脫也落 神也花朵鬼也朵朵 大的那浪蟲湖吧 無處躲 中山坐幾座山 又越過幾條河 一起去探索怎麼怕就這麼多 去你一個山更先來水更多 奶也餘過苦也吃過 走出個童天大道 快要過 神天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您怎麼又弄了兩個助演來啊 最後就不一樣了 對 這個是專門為這次這樣 這麼盛大的一個非常有紀念意義的一個活動 專門感知的 我們也問問六曉玲童老師 非常好 我開始以為是三包碳 而且它那個造型也很好 基本上是根據我們電視劇 是銀屏美猴王的這樣一個形象 如果一定提點建議的話 就是可以稍微有一點點綴的動作 你這個節目通過我們回聲聊亮的欄目肯定能打 好的好的 謝謝老師 謝謝春天 謝謝 大不流行的往前 你是假的 假的 我是假的 我看你才是假的 原來是八戒呀 哥哥 哥哥 太不簡單了 學的能講什麼 跳了一段天宮舞 請二位過目 好了 親愛的朋友們 接下來我們要正式有請的就是 是幕後英雄八二版西遊記的造型師 王熙忠老師 掌聲有請 有請 王老師這邊請 王熙忠老師也是我們中國造型界的國寶器人物 像很多建國大業啊 一些影片 影視劇當中 偉人的造型都出自王熙忠老師之手 所以我們再次把掌聲 賺給王老師 歡迎王老師 王老師今天倒是可以給我們講解 您有沒有帶當年的一些造型的道具之類的 也讓我們大夥開開眼界看看那些造型都是怎麼打造出來的 好 有 帶來了啊 來 我們看看 來來來 我們請上道具 剩下的這個 剩下的這個 不多的模型 就是先從演員的臉上 取下這麼一個施膏的模子 這就是金來同志的臉 我看到了 他的臉 真是 哦 那個時候每天排外戲 馬德華和那個張進來那個臉炮的 煞白煞白的 真的 真的 都回來了 還有特別有特點的就是豬八戒這個大肚子 這也有模具 這您是照著馬老師的肚子比的嗎 我帶了一個肚子 您帶了 來 我們看看 這樣好不好 我們現場也找一位觀眾朋友來體驗 體驗 看這豬八戒戴上這肚子之後 是什麼感覺 豬八戒的釘牌我們也給準備好了 也請您戴上這肚子之後啊 給我們展示展示幾個造型 今天自己來一個 哎呀 您這送空啊 馬德華老師來示範一下豬八戒的經典動作 大不流行的往前走 好 就這一個 就這一動作啊 到您了 預備 起 胳膊 我不會抖了你 有點習慣 行 行 來來來來 我們再次謝謝這位觀眾朋友的體驗 這肚子不能送給您 但是可以送給您一份禮物 天王表 送上的是天王表 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喜歡 謝謝 說到西游記當中的人物形象 之所以鮮活生動 是除了我們台前的演員表演之外啊 這幕後配音演員也是至關重要 功不可沒 沒錯 但是在請出我們配音演員的原班人馬之前呢 我們要請上的是一位我們西游記的忠實粉絲 他將用自己的聲音來重新演繹真假美猴王 咱們掌聲有請 陳佳佳 朋友們好 所有西游記的主創都在這呢 真有點怕 有點怕 沒事聽聽大家的掌聲鼓勵一下 陳佳佳 把你這麼多年喜歡西游記 並且揣摩西游記的成果 給我們匯報匯報好不好 現在咱就來打到觀音那兒了 那咱就開始了 好嘞 孫悟空拜見觀音菩薩 悟空 免禮免禮 菩薩 他是假的 菩薩 他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 他是假的 我是真的 菩薩 當初你送了老孫三根救命毫毛 在這兒 你摸摸 摸摸 菩薩 你倒是說話呀 菩薩 你當初給俺老孫安個緊箍咒 害的那老和尚念的那緊箍咒 疼得俺老孫要死 難道你忘了嗎 究竟誰真誰假 請楊潔導演給我們辨認一下 哎呦 我看那個楊導剛才這拍手較好啊 我覺得他都是假的 真的是李楊 您覺得他配的怎麼樣 但是他學的太像了 可以亂真的 可以假亂真了 你看楊潔導演這已經這樣了 真的出來都有點不像當假的了 究竟學的像不像 我覺得我們得把原版請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有請八二版西游季 孫悟空的配音演員李楊老師登場 有請 李楊老師登場 李楊老師登場 有請 有請 李楊老師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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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 李楊老師 您在旁邊都聽著了 怎麼樣 去世的洛桑學過我 陽光也學過 是 但是今天我聽了佳佳的學 我認為是 絕對做到了完全一致 就跟我原來的聲音 在戲裡配的完全一致 分不清真假 很高的評價啊 對 能有多一致呢 你能不能同時說一句話 我現在得學他 你是假的 假的 我是假的 我看你才是假的 太不簡單了 學什麼像什麼 再來一個 比如說大家熟悉的豬八戒 豬八戒你也可以嗎 說兩句 這是哪裏來的生人 不是生人 是熟人 熟人 瞧你這長嘴模樣 看就不像是好人 快抬起頭來 讓我瞧瞧 哦 原來是八戒呀 哥哥 哥哥 我可算找到您了 一人分事兩句 太棒了 太棒了 行嗎 李老師再給幾點幾點 太棒了 不不不 不是十點 是欣賞 學習 嘆為觀止 接下來我們再請佳佳 為我們做一段精彩的表演 黑音藝術一代代的在傳承 那穿到了佳佳手裏的佳佳 你要接過這根接力棒 把握機會 可以更多地展示聲音的魅力 這個我就唱一首歌吧 鼓掌 西遊記裡邊有一個叫 五百年桑田滄海 五百年桑田滄海 來掌聲送給陳佳佳 五百年桑田滄海 萬事也長滿青苔 長滿青苔 只一顆心兒未死 嚮往著逍遙思塞 逍遙思塞 哪怕是 哪怕是 劫或分手 哪怕是 劫卻不改 哪怕是 劫卻不改 哪怕是 劫卻不改 劫卻不改 小心 檢 bitches 揭啟了 viaje擋著情懷 為什麼 為什麼 偏有這樣的 Taste 我太佩服你了 你能够一字不差地 背出修计的台词 你能够那么有感情地 唱出孙悟空的心声 我刚才的确流泪了 我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杨本 谢谢 我们也镜头会记录下 这样一个美好的瞬间 太好了 太好了 陈佳佳的歌声 感动了我们剧组 所有的主唱人员 我们也一起在 回声聊聊的舞台上 留下这一个 精彩的瞬间 美好的时刻 来 一 二 三 我说实吧 因为没有上过学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再次谢谢 谢谢 我们再次把热情的展示 做给同家家 谢谢 其实在八二版的西游记当中 有很多描绘儿女情的歌曲 我特别喜欢其中一首 何必西天 万里遥 来我们有请演唱者 吴敬 有请 好不离风飞 Bgrono esa 歌手 旅馆 dazu 跟 歌手 说 嘅 让 A 什么 咱 然后 阉 羽若红子桥 羽若红子桥 江茶一条 一群岛 一群儿摇摇 一群儿飘飘 可别去千万里 呀 可别去千万里 呀 欢乐就在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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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掌声送给吴静老师 欢迎你来到回声聊亮 我想请教一下直松卫老师 和哪些妖精有过对手戏合作 你盘点一下 盘点一下也不算太多 就是那个和那个那个姓仙吧 和姓仙 这是刚才那首歌里面的 还有那个浩子晶 浩子晶 浩子晶 也就这两个吧 玉兔还有 玉兔 对还有玉兔 李玲玉演的 玉兔 玉兔精 您看这些旧情您忘得挺快的 还有我们提醒您 李玲玉没来 来了就行 别来了 今天其实我们特别想把这些角色 这些演员请到现场 但是因为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 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他们用视频的方式 祝我们要送上一些祝福 以及给我们讲述一些 跟唐僧演对手戏的故事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是李玲玉 因为这部戏 当时我可能埋怨很多 也曾经拍完以后 我等了一天 我发誓过 我说这是我同一部戏 也是我最后一部戏 实际上可能有点 说笑了 经历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也拍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戏 的感觉给了我很多 那个像上课一样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 修记所有的演制人员 包括我们最伟大的导演 剧组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常青 要说剧组的合作吗 当然是池崇瑞先生的孔雀指了 为什么说孔雀指呢 因为有一场戏啊 我是扑倒在地上了 当想站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裙子被我的脚踩住了 起了几次都没起来 当时场地里就我和唐僧两个人 他有心想去帮我呢 他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他也穿着袍子 头上也戴着帽子 可是不帮我呢 好像又有点有失绅士风度 所以他就用这个孔雀指 犹豫了两下 还是轻轻的帮我把裙子提了一下 陈老师 什么叫孔雀指啊 是不是那个拉女孩的裙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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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堂子可能不好意思 是不是用两个手指拉的 我可考虑 就这样 可能是这样 我都记不起来了 所以他来个孔雀指 他给你灌名了 这叫孔雀指 这是您的经典首饰啊 人家女孩的裙子 你不能随便拉的对不对 都有绅士风度啊 当然提到唐僧和这些妖精们之间的对手戏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女儿国 国王之间的对手戏 而且其中有一段歌曲很好听 就是吴京老师演唱的女儿琴 是是是是 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西游记的粉丝 他要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来演绎这个作品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小棠 为我们带来女儿琴 有请 小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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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一分美不美 你与我不美不美 说什么往前错过 怕什么极力情态 只愿见船离舍 与我依旧任劲相随 爱你大分眼 专尽生长相随 爱你生长相随 专尽生长相随 我们常说音乐和舞蹈是不分家的 因为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精彩的舞蹈 也为作品增色不少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 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舞蹈家毛迪方老师和著名演员马玲 有请 欢迎二位 要给大伙特别介绍一下毛迪方老师 是我们西游记这个电视剧的编舞老师 同时也是特别德高望重的舞蹈家 像我们大伙都非常熟悉的舞蹈家 高美兰 杨丽萍 都是毛迪方老师的学生 来我们掌声这位毛迪方老师 欢迎你 毛老师我能申请到一个问题吗 您应该高兽了 不好意思 快到80后了 一点都不像 马玲我们不用多介绍 著名演员 来掌声欢迎 对 掌声欢迎 大家好 现在的毛老师做了西游记的编舞 到底给西游记编了多少支舞蹈 比较完整的舞蹈 主要是天宫的一段 天宫的这段舞蹈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我也想问问马玲 在哪一集当中有你的舞蹈展现 特别荣幸 每集片头都有 每集片头 对 天宫那段舞是片头里用到的画面 对 每一次那个暑假的时候都会放西游记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演戏 还在上学的时候 那每一次 那个一旦放到片头的时候 我妈妈 还有我的同学 就会特别激动的指着那个荧幕最底下 接近字幕的地方 我的小脑袋扬着起来说 看看看看马玲 今天说到了这个舞蹈 我也特别斗胆 跳了一段天宫舞 请二位过目 大家好 胆也太大了 我这就抗砖引玉嘛 行行行 掌声有请思思给我们带来这段天宫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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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閃閃花 請我聽你 一刻歌唱歌 兩海人間 從我記住 天風不在歡笑聲 一切天空也忘了 一切天空也忘了 天風不在歡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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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大帝還鑽到桌子下邊喊 快成西天如來 中國乃至世界的觀眾一部創造歷史的電視劇的作品 不在歡笑聲 天風不在歡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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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蝉蝉的山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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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蝉 我想那大海角 入宿的花满花满 天天地把你 把你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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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那下面呢 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两位 神仙界里的大腕 我们要有请的是 如来佛祖的扮演者 朱龙广老师 和玉皇大帝的扮演者 张玉善老师 有请两位 两位领导 不知道我们太多的几位 什么感觉啊 电脑领导 首先得握手拥抱 谢谢老友相聚 我先问问如来佛祖 朱老师 当年您塑造了很多角色 包括地道战里的高传宝 杨导是什么契机 就选中您来扮演如来佛祖 这么重量级的角色 那一天呢 王熙忠老师 叫我过他化妆室去一下 给你个戏你演不演 咱想演员们哪有戏不演的 演 啥戏 说西游记 我一想西游记 哎哟 幽默鬼怪啊 我说幽默鬼怪我不演 我都是演英雄形象的 党的领导形象 这个不演 他说还有别的 演个啥 演个神仙一年不演 我心想咱也没见过神仙 也没演过神仙 怎么了 后来导演在那说 演神仙人很多 人家怎么演 你看人家怎么演 你就怎么演 一试装 导演就把我定下了 就我就来到剧组 演了如来佛 这么一回事 这还不是主角啊 哪个角色有您大呀 也就玉皇大帝能跟您皮皮美了 玉皇大帝还专在桌子下边喊 快成西天如来 还不如你大什么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 张老师 您拍戏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尤其是拍天宫的戏 我今天到这来啊 我一进来我就感觉 我镇住了 我第一次到这个场合来 进来这个凉快 我就想到当初拍西游记的时候 哎呀 那年可能是我这一辈子 出汗最多的一年 怎么讲呢 这个头发要 都要沾胶的 这个都要沾胶 抹了一脸胶 这天这个汗 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啊 得把这胡子分开 不然就弄倒胡子了 然后后腿筋啊 两边把它系上 哎呀 就那样的话 还经常把这胡子吃到嘴里去 所以说当时排这个 孙悟空大闹天宫啊 把我打到桌子底下 我说去请用这个如来佛祖 那个时候这个玉帝是很狼狈的 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老师 对于西游记作品的付出 接下来呢 我们马富庭庭的再为大家 请出两位神仙 让我们有请正元大仙的扮演者 吴桂林和福星的扮演者 安云舞 掌声有请 看到大家脸上啊 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 来 有请两位老师直接落座吧 先来问问吴老师 您当年扮演的偷吃人生果的这一集 好像是在四川青城山拍摄的是吧 您对当时拍摄的场景 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们到了青城山以后啊 那老道长当时 头一天就问我 他说你们明知道西游记是歌颂佛家 扁道的 为什么非到我们青城山来拍呢 我说咱们拍的这一集啊 是佛家弟子孙悟空犯了错误 咱们惩罚他 悠杂他 火烧他 我跟杨岛说咱们先拍悠杂吧 这的话他就痛快点 所以先拍了悠杂这段戏 对 有意思的是 后来以后啊 这个老道长就成了好朋友了 他也教给我们什么这些道家的礼仪啊 什么怎么行礼啊 这些东西 今天看到了安云吴老师 我觉得看到您就红光满面 特别像福星一样 非常的再次的感谢杨岛 因为我们这个剧组里有很多的戏曲演员 杨岛是我们中央电视台最资深的戏曲导演 所以对我们戏曲演员非常的尝爱 我们是在西游记剧组吃了好几年的好饭 练了好几年的功 最后回到北京的舞台上 西游记这一个作品也是把很多可能会凭水相逢的人 先在一起也形成了一种缘分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下一波演员了 他们是哪吒的扮演者艾金梅 巨灵神的扮演者钱永康 以及玉华周大王子张扬 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 欢迎 你好欢迎你 巨灵神 你好你好 荣幸荣幸 哪吒 我说实上我还真不知道这哪吒是女孩演的 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扮演哪吒这个角色 作为一个参与者 同样为此感到荣幸和骄傲 我本人根本到不了巨灵神这么一个形象 太大了 我的臀部是一个桃米的一个炉 前面是两个枕头 我就听着指挥下来 我是济南市歌舞剧院的独创演员 到了剧组以后呢 杨仁杰导演就让我给大家演唱 活一活一气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几位修技的班笔演员 首先要邀请的就是黑熊怪的扮演者 向汉 这四位啊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剧组里除了承担日常的工作之外 还饰演了很多的角色哈 向汉老师刚才说您演过这个黑熊怪 哎呦我演的太多了 什么 我跟大家讲我们这几个呢虽然是班笔演员啊 但是呢班笔演员是最难当的 他演那个十二级的那个精细鬼十三级的太监 哥老庄的一个坏人 帝宝 除了那个《大闹天宫》的哪吒不是我演的 后来哪吒我也演了 另外就是杨岛说了 美极里面呢缺妖怪 缺什么妖怪上什么妖怪 一直跟了六年 说上是上 那也是因为咱们本身真的有才艺有才华 接下来也请您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也把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 哪吒之歌 谢谢在座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欢迎订阅 亲爱的朋友们 巴尔版西游记电视剧的三十年大居首 我们请到了很多的主创人员 居不完全统计有三十多位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把所有的主创人员 请到我们回声乱乱的舞台上 让大家再一次的聚首 来 有请各位 谢谢 现在呢我们西游记 所有的主创人员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为了做这部特别节目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 不仅要联系我们的主创人员 同时也有很多网友 自发的和我们栏目中取得了联系 他们也把这些西游记的一份厚爱 感恩 还有一份热情 带给了我们 也给各位主创准备了好多的礼物 我们精心挑选之后 选出了一位粉丝准备的礼物 真的会带给大家一份惊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共同来拆开 这份礼物的包装 看看究竟是什么 请大家回头看大屏幕 这是我们的一位网友 用了三年的时间 自己剪成的西游记当中 众多人物的造型 而我们知道剪纸艺术 希望花费很多的心思 也是体现了我们所有西游记迷 对于各位西游记主创的一份热情 我们有请西游记的这位粉丝 来到舞台上欢迎您 怎么重复您 我叫冯文龙 喜欢西游记有多长时间了 从小时候一直喜欢到现在 就利用三年多个工作业余的时间 创作了这样一套一百七十多个西游人物 形象的这样一套剪纸 我看到今天也拿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这是唐僧的形象 这里还有给马德华老师的猪八戒的造型 这是孙大圣 齐天大圣 六小灵魂老师 这个是沙僧 严槐李老师 严槐李老师的形象永远的定格在这张剪纸上 但是我想 虽然说西游记的很多主创人员 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我想 今年的作品就是这样 会延续老艺术家的生命 还有一个 梁杰导演 太谢谢你们 亲爱的观众 今天过了一个非常欢乐的晚上 为什么欢乐 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 西游记是我们心灵的桥梁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谢谢 感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正是因为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年的辛勤努力 才呈现给所有的 中国乃至世界的观众 一部创造历史的电视剧的作品 所以我建议 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场上的主创人员 一起唱响那首 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曲 感问路在何方 你挑着弹 我牵着马 凭买之处 送到晚霞 那平坦克 成大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护 啊 一半半春秋冬夏 一堂堂鑽天不怕 赶温路在这方 路在街道好笑 感恩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感恩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今天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 但是我想所有观众和西游戏的情缘始终未了 在此让我们再一次听一听 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 送给西游戏所有主创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你们在我们回声聊亮的舞台上 重新聚首 在这里面感谢所有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还要特别感谢天王表夜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想获取央视综艺的更多信息 欢迎您关注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 或者可以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 记住我们的口号 重温时代经典 唱响回声聊亮 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 一天的寒心不苦 几天风向 一外里风霜雨雪 主 主 主 家 却爱了更惊悔